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一场防疫大作战 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虽然累 但是累得有价值 虽然辛苦 但是我们辛苦得有意义 也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支持公司 也保护我们的客户 也谢谢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 那么接下来下个礼拜三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 今年的六七八九 四个工作业的近战 那公文主不答 那我相信大家没什么时间去猜检 所以我们今天花各位十分钟的时间 就跟各位简单的报告 这一次近战的检疫功率 那么首先呢 我先帮大家整理好几个重点 第一个 虽然公文上面写周周 但是我们都知道周周真的不容易 尤其在疫情的干扰之下 所以请大家全部改用 月通算 第二个不管你是哪个主别 职工新星一跟新星二 当然有人实力特别杰出的 当然可以往上送到三跟四 我们这个叫普罗大重版 第三个请大家一起运用 第七工作月的七月一号 商品的调整 我们大家一起读苗 五月二十六号下礼拜三 到六月十八号 就称为第六工作月 提早解业级 六月十九号到七月一号 我们就称之为第七工作月 这两个月掌握好 头过 真就过 我们大家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第四个 大家一直都担心的 简心客一千五的事情 也在第六工作月的这一次竞赛 全部改成五百块以上 就叫做简心客 好 当然 还是有很多伙伴 并不清楚 自己到底在哪个阻别 甚至都不知道 这一次的竞赛 有分 甲主 仪主 丙主 那么 简单跟各位分析一下 什么叫甲主 甲主就是 所有的过去累积的客户数 超过四百个 或去年FYC超过一百万锡的 这一种人 值得骄傲 他叫甲主 整个竞苗 只有五十三人 厉害 那么 两百个客户到四百个客户的 去年七十万FYC的人 称之为乙主 那这个竞苗也只有一百零四个人 所以这些人也都值得肯定 那么 你没有在甲 也不在乙的 那当然就是在并 那这并 占了我们整个区步里面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叫做丙主 好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 甲主要怎么攻 我们讲的星星一星星二 因为甲主的人实力非常的优秀 公司不再强硬大家要减薪课 所以减薪课全部放掉 那如果你能做五个保单见检 做五张的FYC 每一件都一万FYC的这样的保单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万 请注意听 每个月都可以供一次 四个月你都做到 就可以拿到六万 那最起码六月七月一定要拿到两次 因为它的游戏规则是 达标的月数一定要大于二 供四次中二就可以拿钱 那因为这样的伙伴 也至少四个月完成十六万星 再拿一万块 这里拿两次三万 这里拿一万累积的就叫做四万 那跟各位报告 过去要完成拿到四万 一定要四点 因为一点是一万 那过去要这样子 一点要八星 四点就要三十二星 这一次只要多少 再问一下 这一次只要多少 只要十六星完成五件 就一万两次总共四万 加起来 我们这次只要十六万 就可以拿到奖励金三万跟旅游补助金的一万 所以基本上公司释出最大的善意跟诚意 因为疫情的干扰 所以这一次所有的标准条件 打五折大优亏 请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记录 接下来我们看到遗嘱一样的标准 同样的五件 每一件一万块 一样一万五 厉害 十件就拿三万 但是要加一个十个减薪克 这是针对遗嘱特别的一个额外的小要求 那至于保贷鉴钱 本来就大家都很清楚 不用特别多讲 再一次强调 每一件要一万块 五件一万五 十件三万 四个工作月一定要完成两次以上才能拿到钱 所以这个语都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绝大部分的伙伴都在这一组 如果你是假主一组也要听 因为你的A组会在这一组 这一组要怎么完成 一样 清新一完成十五个减薪克 一样十个保贷鉴钱 完成五件 但是这里的每一件 授钱件 单一保贷的一件授钱件 只要大于五千 就可以了 就可以叫一件 五件拿一万 这里如果有25个减薪克 一样五件 就跳到两万块了 所以CP值最大的是在25个减薪克 搭配五件的五千块以上 就可以拿两万 那各自参照 真的刚刚报病的伙伴 新人 还不懂得怎么运作受险 那么还有一个最低标 25个减薪克 15个保贷鉴钱 不用任何的赖补 就可以拿一个月六千 那这个组别呢 任何一个月六七八九 达到这个标准 每一次都可以拿 一万六千两万不等 所以它不限制 一定要两次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一个非常大的优惠 那再者一样 完成十六万 再打一万 新人有的优惠 还减四万 十二万就可以拿到 所以真的是一个 搭配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别 希望大家都能够体谅公司 公司高层对于这次竞赛的一个 这个调整 跟整个的一个策略 跟想法 那当然 如果你还是不清楚自己在哪一个组 你可以透过行动办公室 透过竞赛业绩查询 拉到长期竞赛业绩 然后把它转换成当年度 然后在项目里面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六到九的 养成流程加薪的分组资料 迅速就可以查出你在哪一个组织 好 当我们打着打着 在六月十六号以前 如果你认为 你是丙主想要挑战遗嘱 你是遗嘱想要挑战假主 都欢迎接受 那在行动办公室的右边 下面有一个栏位 就让你在六月十六号以前 下班以前 你可以点进去自行变动你的组别 但是如果你都不想变动的 就不要去管它了 好 最后 刚刚拉哩拉扎 我在帮各位归纳整理一个重点 第一个 甲主跟乙主一定要四中二才可以奖励 四个月要两个月达标 才可以奖励 第二个 如果你要往上挑战组别的话 对不起 四次要中三次 要成功打标三次才可以奖励 所以要慎重一点 第三个 只要是第五工作月新病的新人 都叫做丙主 都叫做丙主 那丙主有一个大力多 任何一个工作月完成 就给那个月的奖金 不会怕你一定要几次完成 但是如果你已经选定超过6月16号 那么你在哪一组就四个月都在哪一个组 不能这个月跳下的越坏 没有办法统计 再过来 如果是受险剑术的奖励金 是不能够含AG的哦 也不能够HUF的哦 都要属于自己的个人剑 不含跨寿 团险MG加宝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纯受险FYC 每一剑超过一万 那么旅游今天呢 就让你可以含HUF跟AG 但是一样不含任何的团险跨后 这些要让大家清楚 这个整个的重点就是 我们前一波冲了很大一波的防疫保单 挖出了很多新的客户 就是要趁这一次机会 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整理 慢慢的一个对一对一的 让这些客户接受保单的缺口 接受我们对他的建议 再运用一点时间的压力 让他知道商品即将要调整 然后产生产转寿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一次最大的重点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运用这一次的机会 那当然这一次的整体保费 也都比到半年 更特别的是 针对复利人生又还往上拉奖金 因为过去一百万 这边给八千 现在给一万 过去这边增加五十万的复利人生 这边以前是四千 这一次调整五千 所以公司非常释出更多的一些利多 所以不要忘记 我们这一次高峰 整个竹苗 多拿了两三百万的宝费奖利 有人拿十八万 有人拿十二万 有人拿八万 甚至比业绩还好拿 所以投资型保单 但V系列绝对仍然是我们的主流 不要忘记 外币保单不要忘记 这个部分跟大家提醒 来 那 所有我们这一次 营管加区部加上服务处 非常的 愿意给大家一个额外的一个加码 虽然比起总公司这个金额不大 但是我们已经倾行所有的能量 把大家所有的资源串联在一起 给大家一个开心的感觉 只要在五月二十六号下礼拜三开始 一直到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的节奏 到六月十八 我们就提早成为第六工作业的提早节肌 加一组只要完成一件一万的授权件 五件就额外给一千五 十件当然就给到三千 那么丙组的人 只要五件一件单件五千块的 就可以给一千 十件五千块就可以两千 那么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额外的加码 也真的感谢所有的出镜业 都愿意为了我们的伙伴 多给增加一些动能 那 最后再小提醒 每一个被保险人 可以买三张五张两张五线 只要他单件的商品 不同的商品 大过于五千 再比你叫一件 加一组大过于一万 一样也可以叫一件 所以有人可以两件 一件雍印盒 一件LTH 一件美元保单 一次三张三件都算 都算 所以这次算是相当有机会的一次竞赛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争取 最后 最后 这一个我想 人其实差异并不大 因为当你在赖床的时候 他正在锻炼 所以人家真的比我们还健康 当我们在一步上班的时候 他却是用心的在工作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城管 当我们完成以为今天的计划 可是别人却已经在计划明年的整体的一个策略 所以他比我们掌握更多的伤心 当我们还在找借口 找理由 他已经更在用心的理财 所以他比我们更富足 所以成功真的没有捷径 只有轨迹 让我们接下来的这四个工作院 跟着公司的策略 循着各出经理的一个步调 节奏 让我们一起 好好地打出一个 一定要成功的优秀竞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成功 一定要成功 耶 感谢大家